這一款毛呢 它是白的膨毛 然後也是妞妞親自去挑選的 所以毛的質感問題大家不用擔心 再來這一款彎套 其實妞妞本身設計的想法是 想要做比較寬版 大家可以搭很多很多衣服 或是搭洋裝都可以 所以最後呢 我選用這一種 有沒有 毛毯壓紋的螺紋面料去做 那它呢 真的非常遇寒 濕度以下都是OK的 再來做了兩個比較寒版大口袋式的 比較可愛的給大家喔 然後帽子一樣 非常非常的挺 它的質感夠 又保暖又好看又顯瘦 外面又沒有 所以不用擔心價格的問題喔 妞妞一樣喔 喜歡做一個擦袋在我的口袋裡 橫的擦袋給大家 蠻深的 是可以放一些手機零錢的喔 內裡有沒有看到 我是用這種銀灰白的 就是跟一般的內裡不太一樣 它是質感非常好的銀灰白 手袖問題應該就這次做比較長喔 在手的一半了 所以大家擔心的太小 太緊 太什麼什麼的問題 全部都改良過了喔 我這一次啊 選用是比較亮銀的這種釦子 你呢 收到的時候 千萬不要這樣 噓 我跟你講 釦子掉了正常 你一定要這樣子開 一定要把指甲剝一半去開 我建議大家可以自己在動手手工一瓶縫個幾針 它會再來的更牢靠一點 今年非常流行粉色 其實以往啊 很多人敢穿粉紅色的衣服 這個粉紅色大家可以看喔 它其實跟一般的淡粉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選的是有點偏紫 布料我跟你講 保證保暖 它扣起來是有點這樣按扣的感覺 不要這樣創啊 會掉正常 好不好 然後你看 現在像這樣子 你可以自己稍微再縫幾針 我覺得確保一下 好 請大家收到的時候用指甲開 有沒有發現很顯白 為什麼顯白 因為我是用白毛去設計 那一樣喔 毛全部都可以拆 你就當一般外套 如果天氣沒有那麼冷的話 就可以拆掉 粉紅色的那裡給大家 按帶一樣有喔 按帶一樣 深深的 可以讓大家放東西